来先讲一下切割垫 用简单的话来讲 比如说我很经常用的旋转切割垫 有这样圆形的 35厘米直径的 圆形的20厘米直径的 还有这样方形的 刻度30厘米的 刻度到12英寸的 我自己是有5张 不一样的 除了跟他说那4种 我还有一个17英寸的 这个太大了 没办法整个排进去 17英寸这张大的 我买坏的时候 脚脚就有点刻坏掉了 就果然太大的东西 有机真的很不方便 12英寸或者30厘米 是比较常见的 我用的也很多 胖式品一般是用12英寸的 那旋转切割垫 到底怎么选呢 要选圆的还是方的呢 我这里把两个垫子叠在了一起 上面这张旋转切割垫 是12英寸的正方形的 下面这张圆形的旋转切割垫 是35厘米直径的 它边上17.5代表半径17.5 它的零是在中间嘛 这样两张叠在一起 12英寸大约是在30厘米左右 它肯定比35厘米要小嘛 你看它的上下左右 实际上都是会 圆的地方是会多一点点出来的 但是翻过来再看 你会发现它的四角啊 是方形的地方更大 所以说你如果做平补图谱 它都是正方形的东西嘛 正方形的布片 放在正方形的切割垫上 它比较可以就是切到边角 但是角放到圆形的布片上 它看起来直径很大 但放上去以后四个角 那个布片都会掉下去 你没有办法切到就垂下去嘛 如果不明白的话 那叠在一起看 你看就是说正方形的话 它会有这样四个角 所以说我个人不太推荐大的圆形的 那小的圆形 你切小布片的话可以用 我之前在祖母花园那个视频里面有演示 就很小一片布放在中间嘛 比它小很多的情况下 转着切这样子 然后这个12英寸的板 它的刻度直到12 那如果说你做一个近10寸12英寸的图谱 它含粉缝12.5的话 这个板就不够大 那现在市面上有一种13英寸还是14英寸的板嘛 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比它稍微再大一点点 那个会更合适一点 因为我有一个17英寸的板 所以我就暂时没有买那个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买 你就可以考虑嘛 总结起来说 旋转七个垫这个东西 如果只买一张 我推荐12英寸的正方形的 如果买两张的话 加一个20厘米的圆形的 如果买三张的话 加一个17英寸的正方形的 如果买四张的话 加一个30厘米的正方形 如果买五张 才是35厘米圆形 我心里的排名是这样子的 仅代表我自己目前的排名 如果你的旋转七个垫 第一张买了13英寸或者14英寸的正方形 你就可以跳过12英寸和17英寸的正方形 那你第二张 我推荐买20厘米的圆形这样子 小的圆形 然后35厘米的圆形 我仍然是放到最后考虑啊 我想强调一点 就旋转七个垫这个东西 不管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 底下这一层 它都是这种有点软的 类似于泡沫或者海绵的材质 当你在切的时候 布放在上面 听不止压上去 轮到这样切 你是会对它是加一个向下的压力 因为有这一层有点软的材质 它不会乱转也不会乱动 可以很好的防滑 整个状态是很稳定的 我有听到过一些传言说旋转切割垫 切起来会乱动很危险 有一些仿制品或者说一些不正规的 就真的会这样 但是我自己目前用这种 还有这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在切的时候它都是很稳的 折叠切割垫我有四张 三张日本的一张国产的 这个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这样子 保护隐私的功能 而不是给你切割的 我不推荐玩布料的人买这个 这三个长得很像 这两个是日本的 这个是国产的吗 从外观看 你会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翻到里面是不一样的 日本的展开中间是平的 国产的展开中间是拱起来的 为什么呢 给它翻到背面看一下 日本这个背面 它中间是一个 就是连接两片的一个东西 然后上下有这种薄薄的 像海绵或者泡沫一样的东西 国产就只有中间这个连接的部分 上下是空着的 上下这部分还蛮重要的 因为正面看 这个板子是一个很均匀的厚度 假如说中间 你给它用一个连接的部分 连起来了 上下没有垫高 就会导致中间这一片比较厚 国产的中间会拱起来 就是这个原因 日本的这个 它上下垫起来了 它垫起来的部分 你会觉得好像比中间厚一点 但实际上你在使用的时候 上下压一下就会平 而且这个类似于海绵 或者泡沫的东西 它也可以防滑 我只买过那四张 别的有一些 我只看过图 没有看过食物啊 有一些日本的也是这样子 中间连起来 上下没有垫 我觉得你都已经花那么多钱 买日本的了 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 这样子中间连起来 并且上下有这样子防滑的 像类似海绵东西垫起来的 真的就好用很多 而且日本这个轻很多 折叠切割垫 它在于便携 假如说轻很多 你带出门就比较方便 A3就意味着它展开来 是大约A3的大小 折起来是大约A4的大小 这样它就变小了很多 就方便你带出门 做手工用嘛 所以从各方面来说 都是日本的这个好 然后是说这种平平的切割垫 我自己平时拍视频 发现下面这个是一个A2的 这种绿色的国产的 有A2的A3的A4的 然后这种呢 是一个手工圈的一个爆款 日本的 很多人都在用 它一面是这样棕色的 一面是这样米白色的 国产的这个一面是厘米 另一面是英寸 用国产的这个 你可以在需要厘米的时候用厘米 在需要英寸的时候用英寸 这是它一个很明显的优点 就是切割垫 很多人在意那个气味问题 因为它就是塑料做的 所以它大部分在生产出来的时候 就是有气味的 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 不管是多好的牌子 它通常情况下都是有气味的 你拿到的没气味的那些 通常就是放久了 气味散掉了 你如果买到一张有气味 你可以拿去晾一阵子 但是不能晒太阳 切割垫真的很怕热 我经常是放在运衣板上面用 运烫完以后盖上去 但是我都是等到凉了以后 再盖上去 因为我试过 就刚硬上完以后 热乎乎的状态放下去 然后切割垫就变醒了 挺贵的 就算便宜的也几十块钱 对吗 如果进口的 动不动就一两百两三百的 然后变醒了就只能扔掉 那真的钱无法接受 所以说反复强调 切割垫真的很怕热 不能做任何熨炭的操作 不能晒太阳 不能放咖啡在上面 不能放茶在上面 不能放泡面在上面 不能放笔记本在上面 一定要记得切割垫很怕热 切割垫不怕刀 但是很怕热 还有就是说 切割垫这个材质问题 切割垫切完一定是会有痕迹的 有些痕迹会比较明显 有些痕迹不那么明显 它脏脏的可以想办法清理掉 但是没清掉 其实我个人觉得 也不怎么影响使用 很多宣传切割垫的 都会说愈合 是说切完以后 那个口子会自己闭起来 不是说切完以后没有痕迹 痕迹是一定会有的 不管是什么材质 切割垫都一定会有痕迹 有痕迹并不代表板子不好 那些都是可以选的 但是怎样的板子是千万不要选的呢 你看这是日本的一张垫子 两面皮中间一个白色的硬硬的芯 你用指甲一扣 你就知道这个芯是硬硬的 这是国产的垫子 两面绿色的中间也是白白的 一个硬硬的芯 它跟日本的有点不一样 但总体来说材质也没什么问题 这也是一张绿色的板子 看起来跟下面这张绿色很像对吗 但从侧面看是这样子的黑黑的 这样就肯定不行 有很多人买了轮刀和切割垫 然后那个轮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得不锋利了 他就觉得是刀的问题 其实不是啊 是电板的问题 黑心电板是真的千万不要选的 那这样耳腕给你看 比较一下 应该还蛮明显的吧 这种黑心的千万不要选 要买夹心的 而且这个夹心通常里面是白色的心 所以很多称它为夹白心 跟品牌没有关系 主要还是这样子耳腕来看侧面 然后是说轮刀 我之前曾经就拍了一个视频嘛 前几天硬盘坏掉了 它视频素材就没有了 所以就重新拍 这次就精简一点 经常出现在我视频里这两把轮刀 直径大一点这个是60毫米 直径小一点这个45毫米 他们俩其实都算是大直径的 大直径的通常就用来切大直线 刷一下 这样切的 理论上讲直径越大是越省力的 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45 因为45的刀片更容易买到 而且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够用了 然后还有一些直径小的 直径小的是用来切曲线的 就是比如说像昏介模板 它那个大块旁边有这样一个曲线嘛 可以这样切 如果大直线的没有办法这样弯 直径越小越好转嘛 然后这两个啊 你看这是波浪刀片 这是虚线刀片 这两个我们平时是用不上的 因为我轮到很多 我好像有十几二十八吧 我记不清了 反正我轮到非常多 我有太多太多的刀架了 我就可以挑一个来装 你如果只有一两把轮刀 你就不要去买这个 真的用不上 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割布料 买这样子的就好了 这两把呢 这个国产的 这个日本的 翻过来看 国产这个它是拧螺丝的嘛 日本的这个是卡扣的 就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之下 我会更推荐你用日本这种卡扣的 你看这两把 它都是同一个公司做的 但这把看起来非常破烂了 因为这是十几年前我买的第一把轮刀 你看它以前也是拧螺丝的 但是他们公司现在出的都是卡扣了 国产有很多也还是拧螺丝的 这个台湾的虽然是卡扣 但是它这个刀不稳啊 我觉得日本的刀稳很多 刀这个东西 要是不稳就很危险 我觉得日本的这样比台湾的好 而螺丝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单纯的 把刀片固定在上面 螺丝松紧是会影响到你的使用感受的 松紧适宜是比较好的 我们很害怕听到说什么适宜适当这样的词 因为新手不知道怎样是适宜的 但是用这种的卡扣的 你只要扣上去就好了 不存在这个事宜的问题 所以说新手买日本的这种 就不需要学习嘛 也不需要去研究一下怎么调整 国产这个你就需要有一定经验 应该说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 大部分都还是拧螺丝的 卡扣的很少很少 反正就日本的就确实牛逼很多 国产刀很多 除了几个别这样特别差的之外 其他的都还是可以用的 有一些它会刀片卡到塑料的里面 然后而且那个刀片会因此就会变得不锋利啊 这真的会在试用的过程中就坏掉 所以说你不能偷工减料 虽然说它主体都是塑料嘛 但是塑料应该用硬的还是软的呀 你不可能就只超人家一个外形吗 你超一个不能用的东西 那不是坑人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自己把平平的放在这边 它都有这样一个开关 你不管是这样子的开关 还是这样的开关 你看它都有个这样的开关 打开刀片在外面就可以切了 切完就可以合上 有一些它做的特别不好 但是它又不想承认它不好 它会跟你说要把螺丝拧开 然后才能开 然后再拧紧一点再切 切完以后再把螺丝拧松一下 再关上 然后再把螺丝拧紧 这真的非常可笑的 正常情况下都是可以单手很轻易的开关的 就算不是很轻易嘛 有的可能新手它不太适应做这个动作 那它也是可以单手操作的 没有说为了开关这个 再去动螺丝这个道理 螺丝您好 就直到下一次换刀片 它都不会再去动了 有的人说我在视频里面切得很丝滑 不是说一定切得很丝滑 跟什么布料厚度什么都有关系 你要知道你看到的所有视频都是可以剪辑的 或者说你看到的大部分视频都是经过剪辑的 别人刷刷刷不代表真的就那么丝滑 它有可能是慢慢的切过去 然后视频加速了 所以说你不要在意这一点 只要你可以顺利的切出你想要的布块就可以 别的事情不要想太多 那有的人说那个切割角度问题啊 像我现在站着 所以我切割是这样的角度 只要我坐着我就是这样的角度了 这个跟我的姿势有关系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垂直 只有一种情况是像斜着往里切 就是说两块布已经缝在一起了 你把尺子比在上面 你想要只切下面这一块布的边缘切掉一丝丝 而不切到上面这块布 你才这样子切 否则的话你都是这样子 比板子垂直的方向去切 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需求的 等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然后还有人说切到尺子的问题 这把尺子它很薄很软不适合切 然后像这样的尺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 从侧面看 你看左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坡 右边这个地方是一个直角的边 坡边是我们用来画线的 比较厚的这条边是用来切割的 是个30厘米以上的尺子 通常都是在3毫米以上的厚度 你可以找一下 然后这三个平步尺 从侧面看你会发现 它都是3毫米左右 它都很适合切 每一条边都是3毫米 所以说平步尺不管哪一条边 都很适合用来切就这样子